发表自英国牛津大学学者的工作的未来研究报告中 举出各种职业被电脑取代的几率 可见单一专业不见得能一辈子当饭吃 跨领域专题带你认识从会计转战国贸的郑渊明 会计系毕业的郑渊明现为为产国际贸易公司创办人 经过会计与银行领域的历练转战国际贸易 白手起家进入意大利葡萄酒的世界 当初我会跳快递系统就是我家人 你们家帮我填的 我比较喜欢银行那样活泼的环境 当时因为银行被财团整病掉 我离职了以后我就都没过去学 因为当时他们就说你赶快要想说 在人力市场上有什么缺憾 你觉得要补齐的 或是你觉得你是弱势的 弱项的 你要赶快去补齐 不要先管你年纪大小 让当时朋友带进来意大利葡萄酒 当我看到那一瓶酒的时候 我突然整个头脑整个烟火齐放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的判断是 在整个市场上还是可以被操作的 葡萄酒行销南大都只能按瓶酒会来促销吗 他有没有可能是跟媒体业者来合作呢 有没有可能在走电商这一块的呢 你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环境不行了 这个市场不行了 你要赶快想办法 你别人找票票 不然等你再跳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来不及了 曾月明鼓励学生 就算是小助理 也可以学习公司运作 并了解人际脉络发展 人生中的职位 绝对可以有多种变化 记者赖冠影导导